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從一看沒有我自信的相機的時候 比如說要他在多一點面前說話呢 他就沒辦法把我的說清楚 然後再猜很多東西之類的 就自信是慢慢累積的 然後我覺得自信這個東西 這支強心真的是誰給我的呢 就是我覺得他是我的國樂 就是林雄龍老師 他第一次看到我 想要跟他招待我 他說 你是一個 你一站在我的小巷 給我的感覺是你像一個巨人一樣 這樣子 這句話真的是覺得 給了自己很大的信心 我覺得自己很不一樣 所以今天我的舞台是 每一個角落都可以唱歌 你看今天我在這裡 這個碼頭 這個藝人碼頭 我也敢唱歌 任何一個地方都是我的舞台 如果沒有白雲沒有 晴天沒有彩虹 這地球會是怎樣轉啊 怎樣轉頭 是否可以把我的風放在一起 好想說累了你可以回來